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大概上个礼拜呢 有大堆的带过了 那那个部分的话呢 也要让大家实际来运用 就是去写一个business plan 让你从营运计划书里面的话呢 就开始来规划 你这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今天讲的这个第二个主题 今天讲这个主题的话呢 就是第二个职能 就是组织的一个部分 但是因为我们偏向是在企业里面 可是它其实运用的话呢 不是在企业 我们常常讲说你这个人呢 很有组织没有组织 有吧 常会这样讲有没有 那尤其是看到你房间很乱 一定会讲 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没有组织 是不是 这以前我们国众的时候 就会读一个课文 我已经忘记他的作者 但是呢 好像他每天就在他房间里面 兜来兜去 兜到他的房间里面 就会有一个洞洞出现 然后他的这个父亲会就跟他讲 一事之不辞 和以天下国家为 有读过这篇文章吗 我们高中年考的时候 这个还 这一题还出来了 就是一个房间都没有办法管理好的话呢 如何去管理这个天下呢 一事之不辞和以天下国家为 所以管理的好不好 这个地方虽然是用管理 最主要还是讲组织 还是讲这个组织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 我们常常说你的房间很乱 为什么 你的衣服该收在什么地方 你的文具该放在什么地方 每个地方要物归原处 这就是有一点组织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说 你房间很乱很没有组织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讲这个 今天讲这个主题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讲 在一个企业里面 这个他是一群人 在这个企业里面是一群人 我们讲就是一群人的话呢 带着一些其他的原物料 带着他其他的资本 带着这些设备的话呢 然后要去实践这个企业的一个目标 那这些人的话呢 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来分配 来分配资源 来去做他们该做的事 这是这一张的话呢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这个大纲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们要先定义一下 什么叫组织 英文跟中文的这个呈现的话呢 这个组织呢 我们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名词 在英文的话呢 它就可以去分出来 动词跟名词是不一样的 可是在中文里面呢 这个组织就是组织对不对 刚刚讲企业组织 那个组织应该是一个名词 可是组织 把企业的人组织起来 那个组织呢 又变成是动词 所以这是我们更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用从 你不用背不一样的字 它是一样的字 就可以代表不同的这个 就可以动词名词都出来了 就像孝顺的孝呢 它是动词还是名词 孝顺的孝是动词 对不对 那孝子孝女的孝呢 孝子孝女它是名词 对不对 可是当你把这个孝子孝女 当成动词的时候呢 它就叫孝顺子女 所以它同样是同样的字 可是你把它的这个词性 把它转变一下的话呢 整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所以孝子孝女应该是你做的事情 可是你把它变成动词的时候呢 就变成你爸爸妈妈在做了 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中文里面呢 更强的地方 好 那我们要去做这个组织的过程里面 我们当然要考虑到这个组织的一个 这个企业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要做的一些工作 在这个组织里面 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 我们要先做第一个 就是你的工作 你要去达成目标 要做哪一些事情 我们要把这些事情的话呢 去做一个分配 重新把这个工作做一个切割 那我们要工作设计 然后再把类似的工作的话呢 再把它归在一起 叫部门化 然后这个 这里面的话呢 在这个组织里面的话呢 我们讲过 我们有管理人 有高阶有中阶 有这个第一线 然后我们还有劳工 所以在这个整个 这个不同层级里面的话呢 那不同层级的人 他有不同的这个 我们讲他有不同的这个职权 那这个职权的话呢 他是不是就他自己长有 会不会在特殊的情况 他必须把这个职权分配出来 这就是授权的一概概念 那另外我们刚刚讲这个 从上而下最高层一直到 这个最高层的领导者 一直到这个 到劳工 到继承劳工的话呢 这一连串的这样子的一个职权 跟他的指挥权 他要去命令谁 谁要去跟谁 有问题的时候 要去跟谁来做报告 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指挥链的一个部分 那他串起来最终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架构图 所以当我们在讲组织的时候 很重要去呈现的 就是那个组织的架构图 那这个架构图的话 刚刚我们讲你要授权 所以从最高到这个基层的话呢 管理的弧度到底有多宽 是相对还是比较扁平的组织 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组织 那从这边的话呢 课本又带到 所谓企业文化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的组织架构 跟你的领导风格 它其实会产生到这个 整个企业的一个文化 那这个文化呢 事实上也会连带影响到 外界的一个观感 所以这是课本另外提到的 第二个主题 那第三个主题的话呢 课本就提到这种 比较小的 它可以说是在组织里面的 一个正式组织 但是它又不是非常正统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 我们叫委员会 或者叫工作小组 那当然有正式组织 就会有非正式组织 它在整个企业的组织里面 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带到所谓的 非正式的一个组织 这里面这么多组织 哪些是动词 哪些是名词 这些都是名词的 对不对 只有第一个呢 我们在讲组织 定义的那个组织 它可以涵盖两个 一个是先 我们先定义组织 名词 然后我们再讲动词 OK 好所以organization呢 就是组织 中文叫组织 对不对 一个组织 但是它是一个名词 好所以一个组织是什么 两个人以下组成 然后他们想要达到一个目标 就是这一群人的共同目标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们叫做是一个组织 所以你能够叫一个组织是 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目标 我们还是一群人 那叫什么 那就叫乌合之众 对不对 因为你们没有共同的目标嘛 那当然你就不是一个组织 好当你在公车排那边等车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一群人 但是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只是一群群众 一个group 你们是group 好你们有没有共同的目标 有啊你们都要挤上公车 对不对 好可是 如果你们可以组织起来的话 如果你们可以组织起来的话 有一个人就一群人 然后公车来了 怎么看都觉得我们可能都挤不上去 这时候如果你们跑出来说 我们当然排好队 然后等一下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上车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子它就会变成是比较有组织了 它就有组织了 好就我们等一下上车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子 好把这个归后 把这个大家 等一下这个年轻的要帮着这个弱的 这个抱着小孩子或怎么样子 好扛着行李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很像在逃难 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这群人他就有点组织的一个概念 好可是像我们平常在等车的话呢 大家都没有嘛对不对 每个大家就赶快抢啊 能够抢上了就赢了这样子 好可是像那样子没有组织的情况 事上是不是 反而在效率上的话呢 是不是会比较差的 可是如果说 所以当我们在讲排队的时候 为什么排队它可以 让这个上车的这个时间 时间的话比较缩短 因为相对来讲它是会比较有组织 因为你已经有什么 先后的一个次序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我们讲organization很重要的就是一群人 好就是一群人 好我们现在一群人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组织 要你们有同一班嘛对不对 你们有农金二有农金三的 有农金四的有硕士班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大group 可是大group里面还有一些小group 但是你们有没有组织 没有 农金三总要有点组织嘛 至少班代在这里对不对 所以班代没有发挥什么功能是不是 你要有组织的话好处会在哪里 至少通风报信的速度会快一点对不对 好老师什么时候出作业 老师在干嘛的话呢 那个赶快要来上课 这个速度就会快一点 没有组织的话呢 就会来不及了 老师已经小课了你才进来 好所以这个就是organization 你们要一个什么 共同的一个目标 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去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 好那当然我们讲organize 它就是动词了 它就动词 但是它还是 我们翻译还是会叫做什么 它是叫组织 对不对 我们叫组织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一群人 把这一群人把它组合在一起 好我们要有系统的去安排 应该说我们会有系统的去安排 这一些人一起来做事 有系统的来这个安排这个工作 好因为我们要达到所谓的仲效 Sineager 好这个字现在大家非常喜欢用 Sineager 综合的效益 好 哪些综合的效益 当然 生产有效率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嘛 好 怎么样子重新安排这个工作的话呢 工作的一个流程 好就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那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呢 有可能我们是去提高这个产品的一个品质 好 你还记得下个礼拜我们在讲管理 我们最后讲到有一个这个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的一个概念 好 全这个一开始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去专注这个品质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控管 好 所以在工作设计上面的话呢 在整个工作流程上面 除了讲求效率 当然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达到品质的一个改进 好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专注到这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生产 好 因为如果你们要组织的话呢 我们生产出来的一个产品的话呢 可能就是一般性的一个产品 所以你要去生产比较好的产品的话呢 当然要用比较好的一个组织的话呢 进来生产 好 那不管怎么讲 它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讲 Synature的一个概念 我们要产生这个重效 重效 Synature 大家把这个字记下来 Synature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 就是说在考虑怎么样去组织这一群人 怎么样去组织这一群人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程序上面 还有最后我们要去呈现出来 整个 你整个思考 就像我们说 我要做我的 我要去创业 那我要把我的所有的思想 我把它呈现出来 书面呈现的话呢 那个叫做Business Plan 那我在这个组织的设计上面的话呢 那我要呈现出来就是一个组织图 一个组织图 或者叫一个架构图 Organization Chart 一个这个组织的一个架构图 那在这个组织的流程上面的话呢 我们需要 当然第一个考虑你的企业目标是什么 我是要精简的 还是我要把主 我要做很庞大的 让人家觉得就是说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 还是 我就是要精简化就好 我只要能够做事就好 我根本就不需要搞得那么的这个大气 所以 这当然一开始企业的一个目标就很清楚 然后再来你要考虑的因素呢 第一个 就是说在流程里面 我们应该去进行的一个工作 或者是 在进行流程里面的话呢 每一个细节 我们值得去关注的这些细节 这里面有大概有五个很重要的细节 第一个比较工作设计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部门化 第三个就是授权 第四个就是 你要考虑你的管理幅度 第五个呢 你考虑你的指挥链 这是我们刚刚提过的 然后最后呢 你要把这五个因素都考虑完之后 我们最后要呈现出来 就是一个组织的架构图 那这个架构图上面就要很清楚的看到 哪一个位置 上上下下的一个关系 每一个position 它上上下下左右 上下左右这个关系 你就可以画得出来 那在这个关系出来的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就把指挥链画出来了 从上到下 这当然就是一个指挥 我的下面是谁 我有什么事情 我就找下面的人去做 那下面的人你就知道说 那我就应该跟谁 上面是我的主管 那我就去跟谁来做报告 我们叫report 你要跟谁去报告 所以这个channel command的话呢 就在这个架构图上就可以画出来 然后再下来的话 当然我就可以看到 这个资源要怎么样去配置 当我在做部门化的过程 这个部门呢 它是属于生产部门 那它应该拿什么资源 它是不是就应该生产的要素 通通摆在它那个地方 它如果是做这个财务的工作的话呢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 属于钱的部分的话呢 通通资源放在它这个部分 再由它来做这个资源的一个分配 好 第三个就我们刚刚讲的 建立指挥的一个系统 然后第四个部分的话呢 在不同的职位之间 这不同的工作的话呢 应该怎么样子来做协调 所以利用这个架构图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 很复杂的这个观念的话呢 就把它很简洁的把它呈现出来 最重要一眼就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图特别拿出来 当我们在人事部里面的话 什么位置是不是就应该摆一个人 现在哪个位置上去没有人 是不是我马上就知道 那我要去找新人进来 我至少知道说 这个位置需要的是什么样的 它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所以它需要的专业是什么 我就可以很清楚的 一目了然的看到 那我也可以找到适当的人 把它补进来 所以这些工作都要先从什么 最后的这个组织图呢 都要先从工作设计开始 从工作设计开始 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一个组织图 这个组织图上面的话呢 我们看到最高层 在这个地方 最高层 这是总经理嘛 我们讲他是一个 高层的一个管理者 好那这边呢 这个有虚虚线 然后这边是有实线的 所以实线跟虚线 它代表的是不同的职权 就我们刚刚讲 不同工作之间的一个协调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 这两个绿色的 这两个虚虚线 它代表的是 有一种幕僚 是一个支援的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性质 实线的部分的话呢 它就讲的是比较直线的一个 指挥权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所以这是最高的一个管理者 再向来这个地方呢 这三个大概就是属于这个 所谓中阶管理人的 一直到这个 大概这三个位置都可以算是 中阶的一个管理人的一个部分 好甚至你要把这四个人 总经理跟下面的这个 Bice Present 你都可以把它还算在是高层 然后下面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才把它算在中层 那绿色的话呢 大概就是在这个第一线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是属于老公的一个部分 好那你看到这个地方呢 还是有一个什么 虚线的一个部分 好所以它代表的 到了最下层的这个 到了这个比较低一点的 这个管理阶层 它还是有一个辅助的一个单位 有一个资源的一个单位的一个出现 好所以这边 这里面分出来的 就我们讲部门化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部门里面的话呢 他们的工作性质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集中在一起 然后在这个部门里面的话呢 它又更精细的集中了 好所以这是一个大部门 大部门的下面呢 就有更小的一个部门 更小部门的话呢 又有一个更小的一个部门 好所以这是我们讲 部门化的一个部分 所以从这个图上面的话呢 那我就看到 这个工作出缺的话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regional sales manager 所以它是需要是做行销的人 但是它是区域性的 所以我如果要找这个人呢 那我可能看 它是在哪一个地区 我可能就找当地的 好 比较那附近的人来工作 好或者 那我可能就这个地方来讲 这个是marketing的一个主管 好那我可能它会是一个 我就不会考虑区域了 可是到它的下一阶 到中阶这个地方呢 可能区域就很重要 那我可能就会就地 就进来筛选 好可是这个Vice President的话呢 因为它的 它要看的面是比较广的 好所以我可能就不需要 去找一个比较这个 地区性的一个人 那我可以找一个呢 我可以找一个台北人来看什么 我可以找一个 只要它能力够好 它是台北 它是屏东都没有关系 它的位阶是相对比较高 它要看到的是全国的这样的一个面向 所以这个组织图的话呢 好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我们就可以看到 实现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指挥链的一个部分 好 虚线的话呢 我们叫stop 就幕僚的这个部分 好 他们还是在这个组织里面的话呢 相对的 好就是一个资源 一个辅导的这样子 好 提供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服务 所以你说 他们被谁指挥 他们指挥谁吗 因为他们是在这个 这个总经理的下面 好 他们是在总经理下面 可是他们的下面 有没有指挥什么人 又没有 好 他们又没有指挥什么人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总经理下面这三个副总的话呢 这三个副总 其实下面他又指挥了什么 不同部门的 他又指挥了不同的人 好 可是这两个幕僚的话呢 他就没有 好 那像这个幕僚的话呢 他下面他也没有特别去指挥谁 好 那所以 他们的这个位置的话呢 好像好高哦 对 他们好像非常地高的一个位阶 好 所以 位阶非常高 应该权力非常大 但是下面又没有人 所以 他们在这个组织里面的这个 到底应该怎么样可以运作得非常好 他们的人又从什么地方来 那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权力 跟他们能够去影响的人 好 这个 这个 这里面的这个 可能会出现一些冲突点 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自视的 你想 他们是在总经理下面 他们在总经理下面 但是看起来又在副总之上 对不对 所以副总比较大 还是他们比较大 他们都跟 我跟副总一样 我直属总经理 对不对 可是就这个图来看呢 我在你们上面 但是其实 这三个副总又不归他们管 不是吗 就这个图上面来看 好 那到底谁大 要听谁的 所以这个有点 这有点像我们在 我们讲行政院里面 不是有分那个 有不同的部长吗 不同部的部长 然后我们还不是有几个政务委员 大家知道吧 政务委员 在我们行政组织有政务委员 那最年轻的政务委员 就是那个叫唐凤的 大家知道吧 大家对他期待非常高的 因为他非常年轻 他就创业了 然后他可以不用到行政院上班 因为他都用虚拟的 他就在家里的话呢 就用那个 那个什么 视讯就可以上班的 所以他带给我们 很多不同的思考 因为我们希望 他是一个科技的政务委员 他很年轻 他有很多的这个创意 然后他自己本来就创过业 然后他才30多 所以他就已经是 据说他是苹果的 这个科技顾问 还是什么什么的 所以是重金礼拼 把他请进来的 所以这个科技顾问的话呢 基本上他的角色呢 他就在这个院长之下 他下面呢 当然他就没有像这么多的 下面就没有那么多的成员 可是他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是特别礼聘回来的 所以他的意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当然这就会引起人家的 对他的 如果他没有讲出 很好的意见出来 如果他没有这个 在他的角色扮演上面 我们对他期待是 你对台湾的科技的发展 对我们年轻人创业上面 你提不出一个 很好的政策出来的话 大家当然就对你非常的失望 可是他的那个位置 他其实是非常特殊的 他其实是可以指挥很多的一个部门的 因为他是跨部会 因为这个政委委员的话 他是一个跨部会的 所以他什么事情 他是直接跟这个行政院长来报告的 如果说他的关系再更好一点 他就可以直通总统府的 所以他就出现一个还蛮尴尬的这样子一个位置 那大家还知道另外有一个人叫做张景生 有没有 他也是政务委员 所以他也天天在那边写点书 对不对 然后所以行政院长呢 大家也不能 其他的这个部长呢 不管他 他去讲交通 他去讲这个电 讲能源 那是经济部的事情 他不管他去讲任何议题 他都可以讲 但是他讲任何一个议题呢 他都得罪了每一个部 因为这个都不是他的业务 他就是一个不管部的一个部长 可是他又可以什么都管 那所以没有人可以对他怎么样子 他发言就是他可以去发言 所以包括这个院长 行政院长不去请他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写了 只能这样子 动事已情 硕制已理 只能这样子而已 可是他如果要写呢 你也没办法 因为他跟总统的关系更好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幕僚的话呢 大概大家可以稍微有一点感受 这个stuff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我们刚刚前面大家看到的 不同职位工作间的一个协调 本来期待他有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可是如果他把自己的权力扩大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得是 这角色扮演的话呢 就相对会有一点愉悦 然后会造成内部更多的一个困扰 可是他如果好好扮演的话呢 他就会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调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出来 好 那这个图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一个组织大的公司里面呢 有几个副总 总经理下面不会只有一个副总 总经理下面很多副总 所有的部门都叫什么 所有部门主管都叫副总 所以 所以你听到人家说当副总 你也不要觉得说 他好像了不起 因为大公司里面副总非常多的 然后你就要问 所以 他如果真的是很大的副总的话呢 他就会加上一个资深 然后或者他叫执行副总 或者叫资深副总 执行的意思就是说 总经理不在家的时候呢 就我说了算 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 所以 看到很多副总的时候 不用对他太尊敬 因为有很多部门都是叫 就是这个部门主管 大家都叫副总 好 但是这还是你努力的目标 对不对 好 至少要先当副总 才有机会当这个总经理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了 怎么样把这个工作的话呢 把它切开 我们要达到目标 这个达到目标 这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 所以就要做事情 可能要做很多的事情 去把这个 把这个工作的话 去把这个目标达成 可是在这个整个工作 这整个工作里面 其实他可能分了很多的小细节 他可能可以切出很多的步骤出来 如果他是一个连贯的步骤的话呢 那我可能就是可以这样子 一段一段的切出来 然后每一段呢 我就可以给不同的人去做 所以在这样切的一个过程的话呢 我们就叫专业 我们就叫就是 我们就是叫分工 可是分工的过程呢 每一个人他必须做的是什么 非常专业的工作 因为你就是这个大工作里面的一个小工作 就是这样子 你有看过去顶台风吃过饭吗 顶台风的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厨房 一个透明的厨房 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在那边包小笼包 对不对 好 那你们仔细看他们工作怎么分配 一定有一个在那边做什么 擀面皮的 是不是 然后其他人就在那边捏捏捏捏捏捏 是不是 可能有人就是 就他有一个会在那边秤 因为他有讲说他的小笼包的重量是多少 所以他一定会在那边秤 然后其他人就在那边捏捏捏捏 好 因为他有规定他一定要做到多少则 是几则或24则这样去捏这个小笼包 然后放在那个蒸笼之后 那这个蒸笼的话呢 就有人要把他收走 拿去放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都不是一个人从什么 擀面皮开始一直到捏完 然后把他放到 把蒸笼 就是他不是从头做到尾 不是说那个蒸笼里面有 八个小笼包 他自己就从头擀面一直到小笼包都弄好 放到蒸笼里面去放到这个 好 换到这个锅子上面去蒸 不是同一个人做完 而是把他什么 把他切开了 把他切开 好 所以当你在order这个小笼包的时候 这个目标 当然就是要送到你桌上的这个小笼包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过程 从你下order一直到这个小笼包上 到你的桌下 经历了多少人 Technic order是一个人 把这个order 把他送到厨房里面去 从开始做呢 擀面的 对不对 好 放线的 捏的 好 然后放到这个 好 放到这个蒸笼里面去的 再拿去蒸的 然后最后端出来的呢 这一系列呢 完全是不一样的在做 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分工 好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分工 那当然我也可以一个人从头包到尾 我也可以一个人从头包到尾 好 我从擀面皮开始这样子做 好 可是这两个方式来做的话呢 哪一个会比较好 我们光说没有道理 光说可能没有用 你还要去做实验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去做实验 这是很简单的事嘛 好 我们可以去做实验看看 好 让一个人他从头 好 就从擀面那个地方开始做起就好了 前面take order那就不要了 好 我们从擀面这个地方开始做起 一直到 做到一整容做好这样子 一个人做跟把他分成两三四个人来做的话 哪一个速度会比较快 那个很厉害的 他可能自己还是很快 好 可是说实在话 因为当你重复做同一个工作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 我就一直擀面嘛 我就一直擀面 好 我擀久了以后 我的速度当然是很快嘛 我记得我最厉害了 好 我本来就很会擀面 所以我派去擀面 然后我一天到晚 每天擀个八个小时的话呢 我是不是越来越快速 然后那个捏的 那个捏的 对他每天不知道捏几颗 捏几个小红包 所以他天天捏天天捏 每天在那边捏 当然他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快速 好 所以分工的一个好处 这是亚当史密斯 他在国服务里面提出来的一个想法 好 他觉得说 我们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一个人从头做到尾 如果我们可以分工 可以专业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更有效率 好 所以工业革命之后 我们大概就开始朝这个 所谓的专业分工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一直到现在 我们大概还是在沿用 因为我发现他有这些优点 第一个简化工作量 每一个你只要做什么 我擀面 我就擀面就好 我就好好擀 对不对 我就不用去想 我后面的这个 我要是我把线秤 这个量秤错了 我把这个 这个 这个捏 这个捏这个 皱折少捏了几卷的 少捏了几个的话呢 这个都会造成这个品质不好 好 所以 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减化 我只要做同样一件事就好 那再来呢 你就学擀面嘛 你就不要 会擀 你学擀面的就擀面 对不对 你就一直擀面 然后你要是学秤的 你就去学秤这样子 所以你要学的东西呢 相对是比较简单 所以你要上手也是比较快的 所以后面两个 你要学习的工作内容 比较简单 你被训练的时间 大概比较缩短 再来的话呢 你一直做这 做同样的这个事情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他每一次要去拿的 他一定会把他的这个面团 放在他最近的地方 所以在他身手可及 他很快的 好 那可是如果说 我要从面团擀面 然后到包好 然后这个 你周边要放很多的 设备 跟我们下面讲到 你要做这么多工作的话 你要有面团 你要擀面杆 你要有那个磅秤 你要有那个线 放在旁边 然后你旁边要放蒸笼 然后弄完之后 你还把蒸笼 送到某个地方去 让人家可以把它收走去蒸 所以在你周边 你就需要这么多的道具 可是今天当我分工的时候 擀面的人 我只要一个擀面杆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是在同一个桌子上 大家工作 这个角角是擀面的 所以我只要一个擀面杆 可是如果每一个人 都是从头做到尾 我有四个人在做 你要准备四个擀面杆 你要四个磅秤 是不是 你要准备四份的这个 这个线在那个地方 可是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 知道什么 一个擀面杆 然后一个磅秤 所以一个专门在擀面 一个专门在秤这个线 那两三个人 他就在那边包这个 好他就在包这个 包这个小笼包 这样就好了 所以是不是这样子 你想一想 这样是不是就相对来讲 他确实工作效率 是会提高很多 而且大家非常专精的话 当然你这个品质 出来的话 在我们品质控管下面的话 当然他的这个 出来的品质 相对就是瑕疵率 会是比较低的 但有优点就有缺点 缺点是什么 你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会不会觉得太淡掉了 是不是 他就一直赶 从早上上班开始 就是赶赶赶赶 赶面赶到下午 然后这个包包直的 就在那边一直包 一直包一直包 对 从头就包 所以会不会很无聊的包一包 包到后来 自己就把它突变一下 就变出其他形式出来 好 所以专业分工的好处 当然提高生产率 然后可以这个降低这个瑕疵率 在你的设备上面的话 确实简化了 原来要很多的这个设备的话 都可以简化掉 可是缺点呢 大家就觉得很无聊嘛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人 所以 这个我们讲生产线的话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可以拉成一条线 第一个在擀面 擀完之后 他就丢给第二个人 就是变成一条直线这样子 第一个在擀面 然后第二个在这个 装这个线 然后后面第三个人的话呢 他就是在那边包 包这个小笼包这样子 用直线的一个方式 可是鼎泰峰呢 他是用一张桌子 他用一个工作站的一个方式 大家都围着这张桌子 好 这有什么差别 我们讲话都比较喜欢是什么 面对面对不对 好 所以我跟我对面的 还是可以讲话 好 可是我跟我旁边的人呢 我长过去脖子会扭到 好 所以讲话的方式的话呢 就相对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他们用成一张桌子 大家围着这个桌子 就有点要过年 要包水饺的感觉了 那个气氛就会好一点 所以为了要去改善 改善这样子工作这个单调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在工作的流程上面 就是下一个礼拜我们会讲 在layout上面的话呢 我们就做一些改变 你可以直线式的这种 直线式这样子 一站一站站过来 那我们也可以成一个工作站 大家一起围着这样子来工作 那另外的方式呢 另外一个方式呢 为了避免我们讲的这个太无聊了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 工作轮掉 所以今天你赶面 明天呢 换成你来称这个什么 来称这个内线的 那礼拜三的话呢 就换你来包 来包这个小笼包这样子 那这样子轮掉一个方式的一个好处的话呢 每一个技能你是不是都要会 所以我也不用担心说 改变的今天不来了 大家都不要做了 所以大家都会这个技能 用轮掉的方式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不用担心说 某一个特定的工作 只有特定的人会做 他不来的话我们就不用做了 然后就尝试不同的工作呢 或许他会发现说 其实我的更专长的是 我在那边称 称这个内线的重量的话呢 我称得更好 那才是我更好 更适合的一个工作 所以第一个我们觉得 可以做的是经常的这个工作轮掉 就去大家尝试不同的工作 那另外好处的话呢 培养大家的这个专业更多一点 更丰富这个专业 好 再来的话呢就是工作的扩大 job enlargement 就是把你的任务范围的话呢 把它更扩大一点 好就是是不是擀面的时候呢 擀面之外的话呢 那连称的话呢 都跟你一起做这样子 把这个工作的话 让你把它结合在一起 好 就是工作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再把它多一些项目 不要是那么的单调 不要是那么的单调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方式叫工作的丰富化 好 enrichment 那enrichment的意思就是给你更多的这个自主权跟控制权 好 这叫enrichment 所以我们常看到就是 像餐厅的话呢 餐厅的这个服务生的话 他就是跟你take order 然后可能就帮你上菜啊 帮你结账啊 然后没事要听客人咆哮一下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是这个菜上错了 大概把你经理请过来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说 可不可以让他工作丰富 就是说 这个菜上错了 你只要请这个服务生过来 那服务生就可以马上帮你决定说 对不起我这个菜送错了 那我就帮你送新的 这个菜就不算钱 这个权利呢 总经理这个经理来做呢 还是给这个服务生就有这样的权利 好 就是我们在讨论的 那我们发现就是 你只要给这个服务生呢 让他 给他比较引炮 给他一点炮 给他讲说 像这种小事你就自己处理就好了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如果你女生就把苍蝇抓掉就好了 还是说你给他权利说 你就可以直接帮他换菜 帮他把这个折扣掉 他送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 那这服务生他本身 他的自己的这个自尊就提高 对顾客的服务呢 当然比较好 不然的话 我找你服务生说了半天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要再把你经理找来 我又把刚刚的话又重讲了一次 那这个客人当然是非常的不愉快 所以服务业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非常强调这个工作的丰富化 把你的这个第一线的服务人员 互以更多的自主权跟控制权 让他们更自主的去做一些决定 这是在专业分工 不可否认他有他的一个优点 那这些优点之外的 面对的这个所谓工作单调 而导致说这个员工他没有办法 他的生产力降低 甚至他想要离开的这样的 这些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用工作轮调 用工作扩大化 用工作丰富化 用这几个方式的话呢 来把这个工作的一个内容的话呢 把它这个 让这个工作 还有让这个员工本身的话呢 让他更有自尊 让他觉得说他是更加重要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或者让他经常去体验不同的一个工作内容 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 应该讲可以把这个专业分工的这个 缺点的话呢 尽量的去把它 去把它规避掉 好 大家有没有坐公车 大家坐公车吗 有坐公车 有坐公车 那你们发现 现在公车的司机都有麦克风 有吧 然后那个有些司机 会不会就很喜欢讲话 所以用麦克风呢 这个给你麦克风呢 也就是给予你自主权 控制权的一个表象 因为当司机有麦克风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司机是不是就会很自主的 没事的他就会跟你聊聊天有没有 好 就有些司机的话呢 他就非常的 就是他就会开始去 有些当然他会提醒说 这个前面很挤了 大家就往后啊 甚至 当然一开始 最开始可能是首都科运吧 他就装了这个麦克风 然后让司机可以去跟顾客来问好 可以告诉他们说下一站是什么车站 然后提醒大家下车 后来就开始有这个跑马灯出现了 所以就不太需要这个司机的这样子的 这个沿途的这样子的一个播报 可是后来你仔细的去观察 有些司机的话呢 他真的就会把这个麦克风用得非常的好 因为这辆车子就是他的 在他驾驶的时候 这个车子就是他的 整个掌控权都在他的这个手上 所以他就可以非常的这个 他就可以去告诉这个乘客的话呢 怎么样怎么样子 所以我有好几次坐公车的经验 都觉得这个 你可以看到那个司机本身 他的那个自信的一个产生 那他跟这个客人的一个互动 这都其实都是很温馨的那一面 所以麦克风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 授权的一个表征 所以下次我应该把麦克风传下去给你们 你们就会比较想要表达一下了 这种感觉在那个KTV里面特别会出现吧 对不对 好有些拿到麦克风 绝对不会放手的 从头到整场都是他要表唱 好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工作的话呢 就把它分出来 好 那进到这个主题之前的话呢 我们就再想一想 种菜吧 最近菜是很大的一个议题嘛 大家想一想 从这个种子播下去到菜采收呢 全部要多少工作 需要多少工作 你们有像 叫什么农业体验吗 有这个课吗 有没有 以前我们有 以前我们的必修课叫农场实习 好在我们大二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去我们的农场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以前那个道路的左边的那一块的话 那边是菜谱 所以我们就要去那边种菜 然后我们种菜要从头开始 就老师给我们什么菜种 然后老师就告诉我们种 譬如说那个 线菜的话呢 就跟土混在一起 然后呢 就开始撒在那个土上面 好 那最开始我们种的是种这个 种 不知道种 不知道种那个线菜吧 然后 后来那个土已经被细菌污染了 所以那菜就长不出来 然后老师就再给我们另外一个菜种 然后这个菜呢 老师说 要先做锡 要先把这个土的话呢 先把它堆高 然后中间要排水的系统 然后在这个菜的这个菜种 要种下去的时候 要算距离的 然后这个锡的宽度啊 长度啊 要种多少颗 譬如说这个距离就是我的这个 母子跟我的食指 这样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就必须要用这样子 不断的去丈量 所以我就必须蹲在这个地上呢 好 这样的距离 我就搬一个种子下去 一个这样子埋下去 好 所以我们那个学期 每一个就雇一个锡 这样子 这是我们蔬菜族的做法 然后我们这个 我们还有这个香菇族 我们还有水稻族 然后他们就是做不一样的事 那最辛苦就是我们蔬菜族 我们就要自己在那边 在那边开始种这个菜 然后我们菜长出来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去拔这个杂草 老实说这个是有机的 所以没有农药可以用 要自己去拔草 然后还自己去浇水 大家还记得旁边不是有一个水沟吗 那时候还有一个水沟 现在好像盖起来了 所以我们旁边有那个 那种那种 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我们浇花的东西 就是有那个工具的话 可以让我们自己去拿来 去那个水沟 不是脏水了 那还是干净的 就是这样浸沟的之类的 那去弄水 然后去浇菜这样子 然后一个学期就这样子 那个到学期结束 老师就会来看我们的菜 长得好不好 然后就这样打成绩的 你们没有这个课吗 没有 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真的那时候 都要这样子来体验 所以我刚刚讲 我刚刚做了多少事 我做了多少事 我从开始拨走 然后除草 对不对 还好老师没说要施肥 所以我们就没施肥 然后我要不断的去浇水 然后中间这个 要抓虫 除了除草之外还要抓虫 然后最后当然还要收成 可是因为学期结束了 我们也没时间了 就老师把他采去煮火锅了 所以这一个 这所有的工作 我一个人做 如果是 如果没有专业分工 这是我一个人要做的 所以那个小小的那一个锡 我可以自己这样做 所以我可以利用放学的时候呢 我就这样子去做这样子的工作 可是你想一想 如果整个农场 都是让我来种菜的话呢 我今天在这些草拔完了 然后我换明天那块地 这个草又长出来了 我不太可能一整天 就把这个所有的草全部除完 如果没有这个什么 没有工具配合的话 如果没有其他人来配合的话 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在种菜的这个部分 在种菜的这个部分 大家就可以想 为什么我们讲说 我们的农民他能够做的面积 还是相对小 因为如果他要做大的话 他是一个人两个人在做 所以他能够做的事情 因为他没有专业 他没有 他是从头包到尾的 因为一般我们讲家庭农场 大概就是一两个人在做 所以他的面积都不到一公尺 只有几分地这样子在做 所以他没办法专业分工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做大 你要把这个整个面积放大的时候 你需要多少 你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人做 但是你一定要机械设备 配合机械设备 然后你一定要做什么 专业分工 所以你那个播种的可能就是一次 一个人带一个工具来做 再来你除草呢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用除草药 对不对 如果你做的面积非常大的时候 你还真的蹲在那边拔草吗 你要多少人来拔草 所以为什么除草药一定会出现 这是一定会出现的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做到说 这个杂草长不出来 所以你不用除草药的话呢 那你真的只好用什么 用人在那边拔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 有机一定要很贵 因为很辛苦啊 对不对 我自己蹲在那边拔出来的 所以它是有机 这个工钱大家算进去 好 好 我们先在这边 先在这边站 这个停留下来 大家就想 大家就可以来想 农业的这个生产 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的 所谓工作 它的工作的一个设计有哪些 好 我们先看新的一个主题 我们把工作分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类似的工作的话呢 把它整合在一起 我们就叫部门化 那部门化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式的话呢 大概我们常见的有这几种 好 第一个就是照功能别 就是特别在公司内部 需要的这个 把公司当作一个人来看的话 运作的时候需要哪些特别的机制 那我们大概就是分生产行销财务人士 资讯 这几个部门来做这个部门化 然后再来你可以做 用产品 譬如说是这个 做硬体的一个公司的话呢 那它可以分成就是做一般的 桌上型电脑的 做硬表机的 做软体的 或者做这个Notebook的这样子 用这样子的几个这个部门来做分 用产品别来做部门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我们也可以用地域来做 来做区别 譬如说我们可以分是国内啊 国外啊 或者在台湾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分这个 北中南东 北中南花东这样子 像这样子这个区域来做分别 因为可能不同区域的人的话呢 他们对产品的这个偏好 会不太一样 所以它就可以跟这个 用区域别的话呢 把它部门区隔出来 然后可以去专注呢 提供给这个不同区域人的一个需要 前部就有看到一个台湾的这个卖场去分析 他说北部的人呢 比较喜欢吃进口的泡面 然后这个中南部的人呢 比较喜欢本土口味的泡面 所以这个本土的这个泡面的话呢 就国内生产的泡面 在国内在中南部就会卖的比较好 就像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我们可以用顾客别来做 譬如说像有一些像这个Johnson & Johnson 他们这么大的一个公司的话 其实他跨了很多领域 他不是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家庭用品之外 他其实还做一些医疗用品 所以他的顾客别他就可以有家庭用的 像我们日常用品的这样子 个人的清洁用品啊 居家的清洁用品这样 然后他可以有企业 就像医疗院所在用的 然后教育的话呢 就像学校里面需要用的一些实验器材 或者他们特别卖给政府的 所以这个家庭消费者 企业消费者 教育消费者 政府消费者 这就是用这个消费者的不同来分 那多重的一个基础的话呢 就是把前面的这一些通通整合在一起 譬如说他先用这个地区别 地区别的下面再加上每个地区再加上功能别 用这样子来做 所以就把前面这四个主要的分类的话呢 就把它做一个重整 就堆叠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想一想 这个百货公司大概都是怎么样来部门化 百货公司有去过吧 百货公司的一楼一定是什么 化妆品精品对不对 然后二楼呢 高级女装 三楼呢 年轻女装 是不是 反正就是他二三楼大概还是以女装为主 然后再来呢 有一楼一定是男士对不对 然后再有一楼是什么 家电 是不是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所以基本上百货公司的分类会比较用什么 这四种里面的哪一种 比较照顾客吧 现在化妆品虽然有男生啊 不过原来的化妆品都是什么 针对女性 所以他的一二楼大概都是用女性 就是用他的消费者 就是以女性为主 好 所以百货公司大概就是 基本上是以女性客户为主的这样子 来做这个楼层的一个分配 好 那像饭店呢 说大的那种 好 不是餐厅的 就是大的这种饭店 有餐厅的 然后有会议室的 有住宿的 像这种饭店的话呢 他大概是用怎么样来分 他的部门大概会什么样的组合 就我刚刚讲的餐饮的部分 住宿的部分 或者会议的部分 这是他的什么 产品 好 这是饭店卖的产品 他卖给你住宿 卖给你餐饮 提供你会议的服务这样子 好 那像有一些 还有就是包括一些 我们讲他是resort的话呢 那他当然还有休闲娱乐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是用这个产品别 好 他用产品别来分 OK 好 这个 这是课本的那个 pop point里面附的 大家可以看 就是这不同的功能别的话呢 他们各有优缺点 然后他比较适合的产业 他比较适合的这个产业 或者他的组织大小 或者就他的这个 组织的这个 这个历史久远 用这样子 可以来做这样子一个分配 好 好 那这个图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他就是一个所谓的 多重基础的一个部门化 combined of basis 这是叫做new wave的fishing company 这家公司 他的这个组织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下面就分什么 他的第一层 他分男装 女装 同装 对不对 所以在第一个分类上面 这是用 顾客 对不对 他的产品 服装设计嘛 所以他主要产品是做衣服 所以他的 他先用什么 顾客别 先分出来 男装女装同装 所以他的顾客 男生女生 还有这个小孩子 应该再加一个什么 老人吗 以后会再需要一个老人 好 那下面你看到的 在女装这个部分 事实上其他两个部门也一样 女装下面他要加上operation 跟这个marketing 所以到下面这一层的话呢 就变成是功能别了 因为是生产跟行销这两个部分 这是功能别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就是双 这就是我们讲的是多重的 多重 把刚刚讲的这个 四个主要的分类方式 把它重叠在一起 大概 比较大规模的公司 都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 他一定会先有一个 根据产品 根据这个 根据地区别 然后下面的话呢 再来做 包括像顾客 这三个为基准 然后再把功能别的话呢 把它堆叠进来这样 那甚至还要再更复杂一点 就会做到三层 做到三层的这样的一个分配 事实上你看在marketing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他又把这个region放进来了 好 他在这个operation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比较做的是 从设计到剪裁 然后到车缝 这是整个工作流程上面的一个安排 可是在行销呢 他又分西区 中西区 然后还有东区 对不对 所以区域的地方呢 他又进来了 所以在他的整个组织架构里面 他大概把 刚刚我们讲的四个主要的分类 他都把它涵盖进来 特别在行销的部分 在生产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这样的 所谓的这个生产流程 这样的一个安排 就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好 那我们讲过 把工作分配 工作做切割 切割好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重新 重新的一个整理 好 把这个 你把它重新分配之后的话呢 你同样再做女装 做男装 不是都要有生产 都要有行销吗 好 所以我们先用 先用这个顾客 先把它区别开来 好 因为我们觉得男生的需要 女生的需要 小孩子的需要 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先用把它区隔 区隔之后呢 再下到这个每一个部 下到每一个部门里面的话呢 还是要生产 还是要行销 好 所以我们又再去把这个工作的话呢 再去做 从 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分配 好 再去做这样一个分配 那我们大家 你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 在做男装的这个 设计生产的 那个部分的人 跟做女装设计生产的人 多多少小 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好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 在服饰的这个下面 会越来越重新化吗 好 所以 过去的话 男装女装 这是非常清楚的 好 做这个 早期的话 这个 洋装店 男士的话呢 西装店 这样子 就是很清楚 是各自的 各自分开 这个做西装的师傅 做女装的师傅 是真的不一样的 但是 把他们交 如果说我在把组织 重整的时候 让女生跨出去 把女生的思维 带去做男装 把男装的思维 带进来做女装 这是不是一个 比较创新的做法 跨过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 所以刚刚这个分类 是很传统的一个分类 如果不这样分的话呢 如果不这样分的话 我还是就是进到 全部是什么 男装女装混在一起做 那会不会是另外一种 做出来的产品 又是另外不一样了 好 它又会是另外一个 不同的 就不同的一个结果 可是 如果你刚刚 又回到这个 既有的组织是这样子 你要跨过这个既有的组织 就是要打掉重练 你觉得容易吗 做男装说我只会做男装 做女装说我只会做女装 你叫我们混在一起 这个跨性别的来做设计 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组织 不能动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样子 来做快速的调整 这个组织 你不太可能说 你经常就去变动它 除非它是一个很小的公司 你公司内部只有几个人 所以你就没事就说 今天你当什么部门的主管 明天你就当什么部门的主管 你可以经常这样换来换去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 大还有一点规模的公司 这个组织架构也很完整的话 你不太可能天天变 那所以如果你要去 因应外面的环境变化的时候 你就需要做一些弹性的调整 好 那这是我们先 刚刚先讲到的 大家可以再等一下 我们就可以来看到 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 那授权的意思呢 你还记得 刚刚我们在看组织图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 所谓的这个指挥链 从上而下一路的话呢 就是最高的主管 他就会开始 他的决策 就要一直到下面去 帮他落实 帮他执行 好 那你要能够去 把你的这个决策 然后传递到下面 让人家帮你执行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一些权力释放出来 好 因为可能在这个资源 所有的分配呢 都是掌握在最高 最高的这个管理者手上 所以当我要把这个工作 分配下去的时候 相对的 我也应该把我部分的权力 释放出来 所以当我把权力 释放出来的时候 我就派工作 我也派工作给我的下属 我的下属 拿到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对这个工作来负责 好 我们叫做这个叫指责 好 那你被委派到工作的时候 你也被赋予到这个职权的时候 这个authority的时候呢 你一样就要去承担这个后果 好 所以我们叫accountability 所以有人很简单的 就把accountability 把它翻译叫做负责任 好 那基本上呢 你要负责责任是你被 是你对被授予的这个权力 要来负责任 那职权responsibility 是对你被指派的任务来负责任 好 所以职权呢 是在不同的位置 你在不同的位置 你就有那样的权力 authority 你就有那样的一个权力 好 所以你的权力呢 你可以解聘人 你可以解聘 你可以雇佣 你可以决定这个经 经费的使用 某一个程度的 某一个金额的这个经费 你就可以自由去使用 好 这个都是你的authority的一个部分 或者包括你可以对外发言 你可以说 我代表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未来的这个 经营目标的话呢 这些你可以发言 这都在职权 因为你有这个职位 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权力 好 这叫职权 那所以在我们刚刚的这个 指挥链上面的话呢 这个实线的部分呢 他们我们把它叫做 直线的authority 好 所以从上面对下面的话呢 这个实线就是 直线的职权 好 他们就是由上而下 专门要去 下属要去帮上面的完成 他的一个 他交代的工作 那虚线的部分呢 刚刚图上 虚线的部分 我们叫做幕僚职权 好 所以他们主要的工作内容 他就是要协助支援 直线职权的管理者的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 最重要存在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来协助 直线的一个职权 所以原来的组织架构上 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所谓的直线的这样子 这些职权而已 那可是后来我们发觉 可能 碰到临时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幕僚 来提供意见 来提供专业的知识 好 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 幕僚的一个出现 好 所以在授权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强调 他的观念就是 高层的管理者 你只派任务给你的下属 也就是说把你的权力分出去 分让你的下属去 好 所以这就是授权 你就把你部分的authority 交给你的下属 然后你给你下属 派职务的时候 就是要把职权给他 下属拿到这个权力的时候呢 你就要负责任 你一方面要对你该被指派的任务 来负责任 你也要对 被 那个权力不是你现在有的 是因为主管授权给你做这个事 所以你得到这样的一个authority 所以你必须要对这个authority来负责 这个我们叫accountability 这三个名词呢 就请大家记住 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授权 为什么要强调授权 这是授权的这个process 这个高阶的一个manager的话呢 你要分派工作 就是我要下达指定说 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 完成这件事情 那我要交给你 来负担最主要的责任 由你来负担 那我可能只是在 我只是在monitor而已 所以你要来承担 所以我把这个工作 派给你aside responsibility 我把任务就要派给你 我把任务就要派给你的时候呢 我当然 你要人要有 你需要人我要给你人 你需要钱我要给你钱 好所以我就要把我这个 用人用权的权 权力的话分一些给你 所以我就要把权力authority给你 然后我把authority给你的时候呢 你的员工你就要知道 我要告诉你 你要把任务达成 你还要做什么 你不能滥用这个权力 这个权力只有你在做这个任务的时候 才有这个权力 所以跨越了这个职务的话呢 你当然就不能够去愉悦的去使用 所以你必须对我现在给你的这个 这个权力的话呢 你要负责任 accountability 好这是这个授权的一个过程 那为什么要强调呢 如果你不授权的话 那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就 就是那个高阶主管你要自己做了 你就一直要指挥 你要指挥什么 你要指挥你下面的人来做 你就全部就是你全部你自己来指挥 这是所谓不授权你就是很集权 好你就很集权 所以你把所有的决策权都摆留在自己手上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你觉得地阶的管理者可能没有决策的能力 或者你觉得说这个决策的 这个决策是很复杂 风险很大 所以你也不放心把这个权力 把这个决策权收出去 好 所以有这些考量的话呢 就相对是比较集权 所有事情都我自己做 可是这样的结果 这个主管不就要累死了吗 而且你觉得地阶主管欠缺决策的器能 那你不想培养他吗 你不想培养接班人吗 你就觉得我就是一辈子就是我了 所以我在公司就在 我不在公司就不在了 就这样子吗 好 所以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想法 可是你把它分出去的话呢 我们就是所谓的分钱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尽量的不要把太多钱 最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 那我们就是一个分权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这是管理者 最高管理者他对权力的一个解读 他要集权还是他要分权 他要集权还是要分权 那当我们讲说越民主的国家 就是我们讲参与型的 参与型的领导风格 他一定是什么 越分权的 好 那越专制的 越专制的领导风格的话呢 他一定是越集权 他一定是什么事情呢 都由他自己来 自己来做决策 那下面的这个小点我们讲的 集权的话 大概就是觉得说 你的这个地界管理人的话呢 他们可能管理能力不是很好 所以我需要集权 那分权的话呢 大概就是在这个商业环境很复杂 然后环境变化很快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尽量的分权 所以刚刚像我讲说 在服务业里面 我们大概会给第一线的这个服务生的话呢 给他比较多的权力 因为他面对的客人 现在是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刁钻 所以我们要给他比较多的权力 让他可以自己去处理 可是如果说 这个你的这个服务生都是 相对是比较没有经验 是新开的公司 服务生都不太有经验的话 你肯定觉得说 还是所有事情都是什么 店长自己来处理 这样子 就会选择是比较集权这样 那你要记得 集权的结果呢 你势必清工 那你真的就要举共俊粹 死而后遗 那如果你懂得分权的话呢 你还可以培养接班人 你可以还 你 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 你可以把这个接班人培养出来 我很强调这一点 培养接班人的一个观念 在管理学里面呢 这个人事管理的话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怎么样去培养这个接班人 因为一个组织 你希望他是永续经营的话呢 当然你就要不断地培养新人 不断培养这个新的管理者出来 所以如果你不懂得这个授权的话呢 不懂得分权的话呢 不懂得分权的话呢 这个组织基本上 他是没有办法永续下去的 所以一定要管理 当一个管理者 你一定要有这个授权的一个概念 那授权的话 不光是说 你把这个 不光是说 只是说把事情很快做好 更重要的你在培养新人 你自己换一个角度想 你今天进到一个公司 是非常集权 你没有学习的机会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被交办 你就是照着这样子 我说的你就做了就好了 你就不要问 你没有什么权利 你该怎么做 就是这样做 你就不用再问了 就照着过去的方法这样做 你觉得你想要有些创新 你想要有些改变的话 完全是不可能的 你就这样公司待得下去吗 你就在这个公司里面 你有成长的空间吗 你绝对不会有什么成长的空间 你没有学习的机会 你如果有被授权的话 那我好不容易拿到这个权利 就像我好不容易拿到这个麦克风 我爱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 你是少有一个花灰的空间 可是今天连麦克风都拿不到的话 你如何去学习 如何学习讲话 所以要记得 进到一个公司里面去 他是集权 他是分权的一个组织 他的一个领导风格 这都是影响到你未来的一个成长 那为什么高阶管理者他不太愿意授权 有些影响他的因素 第一个他不信任下属 第二个他希望这个工作做得好 所以他只相信他自己 所以他会觉得说下面的人不见得是做得好 所以不信任下属 这里面当然包括不信任他的人格 或不信任他的能力都有 再来呢 我们讲很重要 不懂得授权事实上反映的是 这个企业是组织比较差的 也反映到说这个高阶管理者 他其实欠切组织力的 所以你当到越高阶的人 你还记得我们讲过说 越高阶的人他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他比较在做planning 对他比较多的是在做planning 他不太需要去做那个比较那种 什么control的那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他能够去专心的去做 所谓planning的话 是因为他已经把很多其他工作分给他的下属去做了 所以他很专心的去做 我们讲他需要做规划 所以他需要的那种conceptual的这种skill 他需要做decision making的这样的 他需要这些skill 所以他需要的是不要被打断 他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 这个授权的能力欠缺这样子去把工作 如果适当的工作分配给适当的人的话 所有事情大家都要来问他 那他能做什么规划 他当然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一个高阶主管 如果一天跟人家讲说我好忙 我好忙 那表示说你就是什么 组织能力是有问题的 你没有办法做很好的授权 所以即使你很忙 你也要表现一副很轻松很淡定的 告诉人家我一点都不忙 如果你要表现说你是很有管理能力的话 你其实是要非常的 逗出的是非常非常安逸 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情况的 不要老是把忙挂在嘴巴上 你很忙的话呢 不是说你真的很有事情做 也不见得是说你的职位非常的高 他另外一方面的说法就是 你其实没有什么组织力 没有什么管理能力 才会有很忙的情况 记住这句话 好 那延伸刚刚讲集权分权的话 那我们就讲到管理幅度 所以如果你是很集权的话呢 当然你管的人就会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组织呢 就相对是非常的扁平 这个组织的高度就会非常扁平 所以我们讲管理幅度 spend of management 就是你管的人是多少 要跟你直接报告的人有多少 这个字reporter reporter这个字 相对应这个指挥链的话呢 下属就是要跟上属来做报告 你执行的一个情况 你随时就是要回报 那个你的那个主管 所以这个channel command的话呢 就在讲这个关系 我是在这个行销的vice present下面 所以我有事情 我就需要去告诉谁 我的vice present 我有问题 我需要什么资源 我就需要直接告诉他 我不能够去跟谁讲 我不能跨过我的vice present 去跟我的present讲 好 这个叫做这个channel command的一个意思 所以我只能跟我的上级讲 我需要资源 我需要碰到问题 这些都是要跟我的上面主管讲 所以他交代我什么事情 那我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子 你就应该直接reporter 你可以看到 直接跟这个manager 所以他的下面有多少人 要跟他直接做reporter 那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管理的幅度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你不可以跨越去跟这个 直接跟总经理报告 因为总经理可能不是assign 那个工作给你的人 所以你跟他报告的时候 他也不太清楚 你在跟他讲什么 好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这样子 习惯性的所有事情 都跑去跟总经理讲的话呢 那他干嘛去授权 他干嘛去分这样的 不同的层级的组织架构 大家都来找他就好了 就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分级了 所以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当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你的主管是谁 你是要跟他讲的 你要跨过他去讲的时候 只有在什么时候 刚你的主管做坏事的时候 好 在我们在讲 在那个 我们讲企业伦理的那个地方 好 我们讲 whistleblower 好 当你的这个主管 当你发现你的公司内部 你们有些不乏的一个行为 这时候 你知道你告诉你的 直接告诉你的主管的时候 他可能会去 大家会去这个 冠冠相互的时候 那你当然 你就要再去找更高的一个成绩 来做报告 好 所以 在这个 企业里面 我们设的这样 所谓的一个这个 揭闭的这样的一个专写 好 那你就是当那个 吹哨子的 whistleblower 然后去吹这个哨子 告诉人家说 我们公司内部有什么样子 好 去这个揭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好 所以 因为 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 如果告诉你说 你说的事情都要跟你的这个主管 直接来报告的话 那你跟他讲了 他自己就 把他这些事情遮掉的话 这事情 永远没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 防闭的一个机制 好 所以 只有那种情况 你去trace house 人家会理你 好 可是如果说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你跑去跟你的主管 直接就跑去跟 上上主管去讲说 这个事情说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什么的 好 甚至你就直接去跟这个上级主管 去说这个副总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呢 你个人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整个 对整个组织的一个影响 你个人的话呢 其实都是蛮负面的 好 都是非常负面的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好 这个组织架构图里面 你放在什么位置 你要直接跟谁report 工作上的report 你就是直接跟他report就好了 你就直接跟他report 好 除非碰到的这种所谓的 涉及这个公司弊端的事情 你可以去吹哨子 不然的话呢 你永远不要去做什么 月籍报告的事情 好 那当然你会讲 我所有的事情都 这样做一做 那是不是我的主管 就收割了呢 就去收到职尾呢 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他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就这样想 我好辛苦做出来的结果 我最后拿去 拿去董事会 拿去连报告的 都是他去报告 都是副总去报告 都是总经理去报告 那我是不是就不会被 就不会被上层知道说 其实这是我做的 你会不会担心这样的情况 会 但是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你今天有机会去做这个表现 谁给你的 某一种程度上 是因为这个主管授权给你 他把他的部分的职权给你 给你这个工作机会 让你能够去表现 对不对 好 所以 当他给你这个机会 给你这个舞台的时候 当然 他 当他的权力还很大的时候 当他不是一个 会体恤下属的人 当然他会把所有功劳 他都拿走 他都会拿走 好 那当然 你不要忘记 如果你还是一个 nobody的时候 当你是一个nobody 你没有办法去跟他 跟他来争取任何权益的时候 你当然只能一刃吞身的 这样子忍下来 那你还有更好的 你是可以跳槽不是吗 你还可以选择 你可以跳槽 你可以到其他地方去 好 那 当你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呢 当然你只好忍 可是 不要忘记了 好 我说你是nobody的时候 这些都是你学习的机会 当然你就不要有那么多的抱怨 好 你就不要有那么多的抱怨 你利用这些机会 先把你自己的能力建构起来 你变成sambali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跟人家argue 这是你要记得的 好 当你手上 手上没有任何筹码 你要去跟人家argue什么 OK 好 记住这件事情 所以 这里很重要的 这里很重要的 在一个公司的组织架构里面 尤其是一个更有制度的公司的话 你的直属长官是谁 你下面的下属是谁 这个关系要认得非常的清楚 好 军队里面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部分 在一般企业里面 好 比较制度化的 绝对也是这样子在运作 好 可是中小型的企业 可能这个关系就不是非常清楚 他就不是非常清楚 可是 如果没有这样子很完整的一个指挥链的话呢 其实公司在运作上面 他的效率 他整个长期发展都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 这也是给同学参考 好 你就是可以比较 中小企业跟比较大型的这种 好 甚至到跨国企业的话呢 他公司的架构是怎么样在 怎么样在执行的 好 那所以 这边宽幅度的话呢 那 你 你的这个管理的幅度直属的人数多的话呢 当然他就是一个扁平式的组织 好 窄幅度的话呢 当然他就会变成是一个 比较高耸式的一个组织 所以比较扁平 当然他就会是比较分 他就会是相对的话呢 他会是比较分权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领导模式 好 比较高耸的话呢 那他就会是比较集权的 他就会比较集权 好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好 这个刚刚讲的高耸跟这个扁平 我刚刚讲说 比较扁平他应该要比较分权 还是比较集权 他要给每一个人比较多的权力 好 那你要是比较 要比较这个高耸的话呢 我的权力只分给两个人 对不对 好 好就是说大家通通所有的 所有最后的决策可能 都要一层一层的上到他这个地方来 好 从下面这样一层一层上来 可是到这边呢 大家都可以直接的 很快的就可以跟这个什么 这个总经理的话呢 来做报告 好 所以相对来讲 他管理的人比较多 可是他会把他的权力要同时就要分配到很多 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这个 比较多的下属上面 权力就要分 就要分散出去 好 所以相对应该是要比较分权 好 那这个比较高耸的话呢 比较高耸的组织的话 他相对就会是比较集权的这样的领导风格 好 好 那你说哪一种比较好吗 真的还是要看你所面对的一个方 面对的一个环境 你还记得分权是一个 比较复杂 变动比较快的商业环境的话呢 分权是比较好 这个 好 这个比较flat的话 他的整个 组织在变动上面的话呢 相对是会比较快的 好 所以比较高耸的话 这个组织架构是非常的 调整上面相对就会比较是不容易的 好 好 好 那下一个我们讲到这个 组织的一个架构 这个叫line structure 就刚刚我们有看到的 那这个是有line也有这个stuff 就是他有一些幕僚存在的 那这个matrix的话呢 他就把这个不同部门的话呢 他还做了一个水平的一个整合 所以我们叫做matrix的一个structure 好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说 我们要做跨领域的一个学尘 学位学尘的话呢 他就是比较是这个matrix的这样子的一个structure 好 他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好 那这个是一般比较常见很简单的 就是直线他没有幕僚 他没有幕僚的一个情况 好 那这个network structure呢 或者有些人就把它叫做虚拟 或者没有邦界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因为这个组织的话呢 他不是真正的一个很稳固的一个组织 他很多时候呢就是跨出了境界 好 用网路这个network有点就是真的是用网路这样子来连接的 好 就是你会要很多的这个幕僚 好 那网路结构呢 这边 或者我们把它叫virtual organization 虚拟的 现在很流行这个字对不对 virtual reality 然后还现在还要再加AR augment的这个 还要扩张的这个虚拟实境 好 所以虚拟的意思呢 这个组织他并不是真的 真的这样存在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变成是一个跨境的情况 这个会以这个计划一个形式 然后会去做跨境的一个整合 所以我们的设计部门 我可能委托给国外的某某公司来帮我做 就搭配我们前面讲的所谓out source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的一部分的话呢 当然某公司在这个地方 可是设计的部分 我就委外一部分给国外的这个设计很强的公司去做 然后另外一些法律咨询的话呢 我又去请另外一个 不是我们公司内部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律顾问的话 来帮我们做负责 所以如果你的做的这个计划是非常大的时候呢 大概就会希望 就会需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跨境的一个合作 比如说像Apple的这个iWatch 它除了简单的这个iWatch之外 它不是有去跟爱马仕合作吗 有爱马仕这个表带 所以这个这个表 这个表它的一个生产出来 不是它代工就是它的设计的这个过程 到底是谁做的 iWatch它整个软硬体设计一定是在Apple里面做的 可是爱马仕的那个手带 那个那个表带呢 你不会把爱马仕人请到公司里面来 对不对 可是他还是谁 他还是爱马仕的设计师 他还是爱马仕的设计师 这个人还是挂在爱马仕的公司下 的这个下面 所以这个表的出现 它的出现它就是必须用一个虚拟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所以表的部分 这个表身的部分的话呢 是在Apple总公司在加州做 然后这个表带的部分的话呢 它就变成是一个跨境 对不对 它在法国 它在法国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直接再很快的来做合作 在网路上就好了嘛 是不是就在网路上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project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用project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不管你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你都要去跟爱马仕来合作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虚拟 virtual organization的话呢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网路上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方式的话呢 来做生产 可是在很多产品的开放上面的话呢 大概都是可以这样子来进行的 所以我不用把什么 我不用自己请一个设计师 对不对 我不会为了这个表带 我自己就请一个设计师来设计这个表带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virtual organization的一个方式 我就请到一个非常知名的 而且是有品牌支撑的 这样一个设计师来帮我们做设计 这就是virtual organization的一个好处 所以你再回到刚刚这个图上面 有没有 其实它是没有什么架构的 它只是说以我们为中心 然后我就干嘛 我就找到外面的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部门的话呢 来跟我们做合作 来跟我们做合作 所以这是这个nature work structure的话呢 现在越来越来越普遍呢 尤其在开发性产品上面的话呢 大概会很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结构 而这个结构的新盛 很大又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这个网路科技的一个发达的话呢 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所以他们促成了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形成 好 那下一个我们讲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日本说 这个叫 内部的一个仪式 一些典礼 或者是一个典范 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就把它叫做企业的这个文化 所以 像日本的一些新公司 他们开始 新员工进来的时候呢 他们一定就会有一个仪式 好 那变成这个 变成他们一个传统这样子 就变成是一个企业文化 大家都知道说 医生一定要宣誓嘛 他们有一个所谓 兽袍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好 所以对医生来讲 在兽袍的那个 那个就是很重要的仪式 兽医的话呢也有 他们也有一个兽袍的仪式 因为他们也是医嘛 所以他们兽医 兽医学院的话呢 他们也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仪式 所以我们也应该建立一个仪式 对不对 好 农金系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仪式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曾经跟这个许主任就讨论 以后我们是不是先做一个 毕业典礼的时候 要做一个登山仪式 我们就登到玉山 在玉山上办这个毕业证书 好 那就变成农金系的特色 登上去了才拿到毕业证书 登不上去的话就拿不到 好 太困难了 好 那我常常就会 在营运计划书的部分 其实我往年都会拿一个 一份过去的系维长姐 他们做的 他们做一个单车环导的 这样子的一个 规划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营运计划书 因为那一组成员的话呢 有一个同学 他就在暑假的时候 就去环导一周 所以他就非常的有感受 所以他就说 我们来做这样 提案做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仪式 不是吗 你能够骑脚踏车环导一圈 那台湾基本上也不是一个太大 不是太大的一个这个 这个面积不是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的环导脚踏车路线 也非常的一个 规划的也蛮好的 那也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把它当做一个 你已经超过20 也不能讲成年里了 对不对 不过至少是在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你给自己的一个 自己这样的一个仪式 能够去走这样一圈的话 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一直在鼓励说 农金系的同学 尤其是我们其实 下乡去接触农村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 环导的一个仪式的话 他或许对我们农金系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系里面的文化 应该有蛮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讲这个仪式 不管你是在新生 不管你在送救 什么样子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 就会变成是一个 这个 变成是企业里面的文化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的一个仪式 去凝聚你们内部的共识 这是我们讲企业文化 每一个地方 其实都该有他自己的 特有的仪式 特有的典范 特有的价值 就是形塑你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文化 所以他在企业里面 他影响员工的思考 影响他们的行为模式 这也形成了一个外部的影响 消费者怎么在看你们的 那觉得你们就是一个 像以前统一 他在高庆院的时候 他们叫三好一公道 统一企业 所以要不要把他们 绝对是诚信 他们绝对不会是骗人 因为他们是从一个小小的这个 从小小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食品行的话 他们开始起家的 所以他强调三好一公道 一直到现在可能 高庆院还在试着说 他都还知道他自己讲出来的 所谓三好一公道 可是当他开始转型 变成小器的时候 变成便利商店的时候 三好一公道的这个概念 大概已经不存在 这个企业文化已经不存在了 那还有AMA呢 大家记得AMA是什么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并购的这个部分 那人家为什么要并购你 你的外部的形象好的话 当然是有利于你的并购 人家愿意付更高的钱来并购你 所以 他不至于要用到说 我们讲的那种很恶意的一个 并购方式来并购你 好 好 那 这是下面这张图 这个企业文化的一个部分 这是课本讲到的 那这个企业文化呢 那这个企业文化呢 这个是这两个学者 他们在 Hubert Business Review 就是发表的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 他就用这两个共面 社交性跟团结性的话呢 去把它组织出来的 这四种这个企业文化的一个类型 他就做了这四种文化的一个类型 那第一种叫做这个Network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大家可以看他的位置 他是在哪里 他的社会性比较高 可是他的团结度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 就左上角这一块 Network的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文化 所以他的 他的员工的这个情况 他们的社交性 大家比较像朋友 可是他们的团结呢 一次对外的情况呢 就相对是比较弱的 所以他比较像的是什么 像这个会引力组织 非引力组织的话呢 其实因为他的 他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话 他们其实 员工要能够存留下来的话 很重要是大家对这个 这个公益的一个理念的一个支持 所以他们很需要的企业文化 就是这种Network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Frame的这种文化呢 大家可以看到 社交性也不高 所以里面的成员之间呢 关系也不是很 大家也不是像朋友 那么非常高度的这个 经常在社交 然后对外的话呢 好像大家又是各自 各自在单兵作战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 这很像我们系有没有 每个老师的研究室门都关起来 每个都在自己的门后面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研究机构 应该很像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文化 老师之间不需要去过度的一个 过度的去社交 那每个其实都是非常独立的 自己在做研究 再来的话呢 这个类型的 这个 Mercenary的这个 这个类型 在这地方大家看到 它其实很团结对外 但是他们内部呢 内部的话呢 其实大家的这个社交性 不是非常高 所以这个例子的话呢 就像大型的银行 投资银行 这些比较金融界的 这样说他们不太好 因为他们其实内部 每一个人的话呢 个人的业务的压力是很大的 每一个人都带着他自己的 一个业务压力 所以他绝对不会说 我来跟你分享 我的客人跟你来分享 大家怎么样子 所以内部的这个资源之间 大家的那个朋友 不是那么强的朋友关系 可是他们必须一致的去争取 对外的这个资源 他们要去抢客户的时候 大家就必须一起去 就是要跨部门的去找 外面的一个客人这样子 所以他们会是 比较这样的一个结构 当然最后一种类型的话呢 最后一种类型是什么 员工大家内部也非常的好 然后对外也非常的团结 像这样子的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那什么样的这个企业 什么样的企业会变成像这样子 内部大家都非常好 然后呢 对外的话又很团结一致 什么样的企业会长成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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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吗 内部都很好 然后又很团结对外 想得到吗 还蛮能想到的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企业真的是不太容易出现的 它真的是不太容易出现 你说我们大家内部 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 然后出去打拼的时候呢 大家又是一起团结 一起出去打拼 真的是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企业文化 所以你会看到 确实在不同行业里面 它就有不同的一个企业文化 确实就有不同的企业文化 你说哪一种好吗 也不见得 你说我们系上的老师 大家通通变成这一个 大家的门都打开 然后大家在那边穿门子 然后出去 都是去申请整合型的计划 一团和气 非常好 那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做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很自主性 还相对也是比较 你要比较这个 比较不受干扰的情况的 所以其实是不太可能走到这样的一个模式 其实不太有可能走到这样的一个模式 还有可能迪士尼那园可能吗 内部员工大家都要很快乐嘛 因为要带给欢乐给顾客 所以大家内部也要很欢乐 然后对客人也要很欢乐 所以他们大概就需要这个模式吧 你做这个主题乐园的话 好 那委员会呢 我们有所谓的常设的这种委员会 有常设的standing committee 常设性的 譬如说我们有薪酬委员会 薪酬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这是这个政府要求的 在董事会里面要另外再设一个 所谓的薪酬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就要评定说这个薪酬怎么样子来设计 这种就是被要求常设的 那或者有什么廉政 这个青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 像这种是被这个要求的 那这个adhog的这个committee的话呢 它是比较短期的 比较短期特定式的一个 只是说 它的这个目标会是比较短期性的 它是committee 可是相对task force的话呢 它就很清楚 它主要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要评估 为了要做调查 出了什么特定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成立一个task force来做调查 来做评估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并购一家公司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不会用 不是叫委员会 我们叫task force的方式来进行 那我如果叫committee的时候呢 其实它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是会比较 比较这个常设性这样 所以它可能是短期的目的 但是它还是会略为 比这个task force的话呢 比较不会是专门性的 就说我是为了这个特定的这个 评估这个案子来成立 所以我可能每一次评估的时候 我要并购另一家公司 每一次一个公司 我就会成立一个不一样的task force 可是这个committee的话呢 可能里面的成员 其实它都还蛮固定的 它的组成其实还蛮固定的 可是这个工作小组的话呢 可能每一次 因为每一次要评估的对象不一样 那我成立的工作小组里面 成员就会不一样 那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委员会 它不在刚刚的组织架构里面 对不对 它不在那个架构里面 所以它有点像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幕僚的那个部分 它会是在那个幕僚的那个部分 它会是在 如果是常设 它会变成是一个幕僚的一个 这个机构的一个成立 那所以它会是跨领域的 它会是在 它这个成员的话呢 这些委员会成员 它可能是从不同部门找来的人去成立的 所以不同部门的人呢 它优点大概是什么 从不同的专业来出发 我们可以脑力激荡 可以更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缺点呢 你会变成说少数这几个人 这个Community的这里面的少数几个人的话呢 是不是它就会去操控了 只要我们原来只是被Assign 来做这个调查 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目的 可是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呢 是不是就利用这个委员会的话呢 就来做操控 然后甚至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妥协 那前面讲的是有效解决问题 可是也有可能呢 因为前面的一个因素 有些人去操控 然后有些人就一直坚持自己的一个意见 那它会造成的是什么 最后达到这个共识的这个过程的话 或者那个决议的过程 商议的过程 就会变得比较长 好 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好 所以委员会的话呢 委员会 它不是一个 应该说在这个组织里面 当然它是 它确实是这个组织 可能在组织办法里面讲 我们可以设什么委员会 可以设什么委员会 我们可以设 那也设了 可是在组织架构图里面的话呢 它不见得 就会是真的存在那样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这个委员会成员的话 有时候 他可能是某一个部门派一个人来 好 某一个部门 某一个部门的主管 某一个部门的主管 他就来是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 这个委员的话呢 当主管换人 当然他就换人了 那或者是 他用选举的一个方式 他用选举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所以他委员会是存在的 但是他每一次委员的成员呢 是不一样的 那就跟我们的这个组织架构里面 不同的position是 那个人的话呢 经常是有那个人在 那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像我们农津系的这个架构 我们当然是 我们是系主任 我们有这个系主任 然后我们有系务会议 这个系的运作呢 行政运作还是以老师为主 所以就没有同学的加入 那我们的系务会 但是我们也邀请同学参加 同学系 这个系学会的代表 大概就是系学会会讲吧 研究生的话呢 有研究生的班代来参加 但是你们只有列席 所以可以发言 但是没有投票权 可以表达你们的意见 这是系务会 系务会 我们当然就是选出了这个系主任 系主任来中理所谓的这个行政工作 但是在我们系务会下 我们就有几个委员会 有几个委员会 是学校规定我们要有的 譬如说我们要招生委员会 我们要有一个负责招生的工作 那我们有一个教师评审委员会 在负责老师的休假老师的这个升等 老师聘任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这两个对象 我们还有一个课程委员会 要决定规划我们这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委员会里面 规定是要有学生的 所以这个学生委员 这时候系学会的代表 研究所的代表 这就是正式的委员 是可以投票的 这是正式的委员了 就不是列席而已 就是可以当做正式的一个委员 然后我们就可以邀请系友来参加 外界人士来列席 参加我们的课程委员会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系务会议下面 在我们组织架构 我们就有这三个委员会 这三个委员会是学校规定要成立的 那这三个委员会的话呢 我们都是用投票选举产生的 但是我们的系主任是当然委员 当然委员 那所以系主任这个位置之外 其他的委员我们都是用投票产生出来 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委员会的话呢 就跟我们组织架构图里面 你看农金系的组织架构图 系主任下面的话呢 当然有这些委员会 有点是这个扮演幕僚的工作 那真的做行政工作的呢 就是我们系班的那些工作同仁 对他们就塞在不同的位置里面 可是这个委员会里面的成员呢 每一次都不一样 每一学年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每一学年 我们都会去改选 都会去改选这样子 这是委员会工作小组 那譬如说 我们上学期 我们要做细索评件 所以我们在系务会里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我们做一个这个细索评件资料的 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小组 那那个工作小组的目的呢 就只是为了做这个 只是为了这个细索评件而已 所以细索评件工作结束了 这个小组也就不存在了 它就不存在 所以它就是很简单的 真的只是为了这个 为了评鉴做出来的一个工作小组 这样大家知道吧 好 那我们还有会证式的一个组织 在任何组织里面 都有会证式的一个组织 那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人际关系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特质 他们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税 他们经常会在一起 他们可能不是在上班的时候在一起 下班之后 他们可能更常在一起 那这个组织里面 可能都有一个意见领袖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非正式组织的话呢 其实他们不会说 你是负责财务的 你是负责什么的 不会是那样子 也没有说特别的 也没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职权 但是他们行动力是非常强的 就是公司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非正式组织的话 他们可能line一下 大家通通都可以扣在一起了 所以他们行动力是非常强 而且他们会对组织的话呢 对企业产生很多的影响 这种非正式的组织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了 它有像葡萄藤一样 我们希望这个葡萄的话呢 我们常常也要去做 葡萄藤要去做一些修剪 不然它攀出去的话呢 它也要吸收养分 那这个养分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存到这个葡萄里面去 所以常常要去修剪 但是你还是需要葡萄藤 因为这个葡萄藤呢 会攀着这个柱子的话 让它往这个更高处去攀爬 所以你需要葡萄藤 但是你又不能让它太多 所以对一个管理者来讲 这种非正式组织 你要如何面对它 你通通把它除掉 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人这种私底下 公司里面一切话不能讲 私底下我们要去外面讲 对不对 要骂主管的话呢 也还是要骂 不是吗 对不对 你们在line上面上面 在PTT上面讲嘛 一定讲很多的 上课不方便讲 下课一定要讲很多 这是一定要的 人一定要有一些 抒发的一些空间 那当然这是要有 可是你看到它会对什么 对企业产生影响的 或许一件事情 他得到了一个 中间的某一个人 得到了一个 公司要裁员了 公司要被并购 公司要裁员了 这个消息一拿出来的话 他就透过他的这个 非正式组织 开始去散步 造成人心惶惶 大家就开始紧张了 这大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如何去面对这样子 这个非正式的一个组织呢 这就考验你的智慧了 你要不要加进去 要不要加进去跟这些组织 跟他们一起 比如说他们在聚餐的时候 你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 就是social一下呢 跟他们有一些互动 某些时候你要借助他们 去传达一些资讯 所以如何利用这一些 非正式组织 这就考验这个管理者的一个智慧 你不可能把他完全的把他消除掉 你一定要去善用他们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意见领袖 这个藤蔓里面的 这个葡萄蔓里面的意见领袖是谁 你有没有办法掌握到 这意见领袖的话呢 不光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讲到 我们包括在行销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都会用到意见领袖 每一个团体面大概都有意见领袖吧 看得出来是谁吗 不知道 至少你要会看得出来谁是意见领袖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问题里面的话 你一定要学会 你要知道谁是意见领袖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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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